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公安局会给他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药 但是问题是人家高雨不是什么感冒了而已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让他出来 对吧 他是得了重病 重病的话还是需要针儿八经的医院给他看病 怎么办呢 他就找了我们德国大使馆 德国大使馆说我看你这个情况 我还是给你办个签证吧 让你过来我们这边有医院都给你准备好了 他们可以给你看这个病 但是问题又来了 中国政府说我不让你出国 你就在我这边待着吧 我在想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不就等于死刑吗 我们想想这个 监外执行 保外就医 这个政策它的原理是什么 好几个国家都有 不止中国还有法国 还有美国的一些州 还有其他的国家 它的基本的原则是 任何人 他当了犯人之后 你作为国家 你给他判刑之后 你说你作为犯人 现在在我这边的监狱里面待着 我给你判刑 你进入了我的监狱 那个时候 那个犯人的身体健康变成了你作为国家的责任 这个听起来有点可笑是吧 不是人家反正是犯人吗 不是坏人吗 管他什么身体健康 但是确实是这样 就是他在监狱里面 他没法管好自己的吃的 喝的 保暖 医疗 这些没法管了 因为他不自由了 那个是监狱 对吧 你给他判了什么 你给他判的是时间 你没说让他饿死 你没说好像让他病死或者啥 你给他判的是一年 两年 五年 八年 无期 然后你就把他放在那了 他所有这些事都必须得你来负责 然后他出来之后 他又是一个无罪的人 就是他花了这个时间 你给他判了这个时间 在监狱里面待着 他出来之后 他不能是因为在监狱里面 好像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吃的 他身体不好了 或者是你没有管他的医疗或者啥 他就少了一个腿或者啥 因为你给他判的就是时间 包括 你判死刑的话 假如说你说 你这个犯人 你犯的罪如此的大 我就给你判死刑 这个死刑 你可能不会马上就 就 就 就马上把他枪决 对吧 你可能会说 再过两周 或者是再过半年 或者啥 我就把你处死 这两周 这六个月的时间 你还是要管人家怎么吃 人家怎么喝水 你还是要管他的保暖 他的医疗 然后到时候 你就按照你的自己的规则 把他处死 而不是说你说 反正你要死 所以说我从现在开始不给你吃 你病了 我不管 对吧 那么为什么有这种保外就医的那种政策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犯人 你把他放出去了 两个原因 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那种 说白了就是要省钱 因为作为国家 你要管好他的医疗 相当非钱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医院很贵 对吧 我们都知道 所以说 有一些国家 有一些体制 他可能会说 嗯 就是人家得了那种重病 我其实不是不是特别想管 我就把他放出去了 反正 我给他判了两年 三年 他的这个病如此严重 我就把他放出去了 让他自己管 他可能有保险公司帮他管 或者是他自己出钱 反正不是我就好了 这是一种原因 第二种原因是 有的人 你可能给他判了 不知道 两年 但是你发现了 其实他得了一种 如此重的一种病 他反正就剩下就六个月就挂了 所以说有的国家他可能会觉得 那我还是把你放了吧 就是 你不是那种 我要把你处死或者啥 这六个月 你反正身体那么弱 你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害 我就把你放了吧 然后你就那样过 问题是这个高宇 你把他放出来之后 你在自己的这些医院 你不让他看病 就等于死刑 不是吗 你把他放出来之后 自己的一些医院 不让他看病 而且还不让他去 其他的国家 人家都愿意 那个费用跟你没关系了 人家德国都愿意 出这个钱 让他看病 你没有什么坏处了 但是你就不让他出去 那不就是死刑吗 我在想 这种行为 其实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 新中国就是 独裁者 毛泽东 建立的新中国 刘烧起是怎么死的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在监狱里面病死了 对吧 但是 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 周恩来 其实也差不多 我不是说过吗 这个 毛泽东和周恩来 其实并不是什么朋友 他们是对着干的 周恩来是比较聪明的 这个毛泽东是比较狠的 到最后 周恩来不是得了癌症吗 不是得了那种 非常严重的那种病吗 然后人家毛泽东 不批准 他动手术 谁先死了 这就是一种 非常非常无耻的死心 出去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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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